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天前有读者向我抱怨 自从今年结了婚 他一天都没安身过 他说 老公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又善度多疑 有一天晚上 公司男同事打电话问他要发票 被老公听到又是一顿数落 各种难听话劈头盖脸 还不准他和任何男性朋友往来 这样的婚姻真的太累了 其实现实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多少男女结了婚 就把对方当成私有物品 打着爱的名义肆意占有 却丝毫不懂得给对方一个空间 逐渐造成夫妻感情降到冰点 我想起我的三姑和三姑父 年轻时 三姑是那种风风火火 说一不二的大女人 而姑父 又是那种好说话的老实男人 两人在一起时 三姑把姑父管得老老实实 姑父平常里 连下楼买瓶水 都要和他通报一声 奶奶深知三姑的脾气 在三姑嫁人的那天 奶奶就拉着她的手 苦口婆心地说 当夫妻啊 不容易 两个人相处 不要总想着霸占对方 都给对方留点空间 日子才能越过越圆满啊 好在姑姑虽然任性 这些年也终是把奶奶的话 放在了心里 再加上有了孩子之后 精力也被分散了不少 偶尔知道姑父 瞒着她出去喝酒了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点到为止 我们经常打趣她 结了婚 改了个性子 她也不在意笑笑 她是个大活人 我也不能把她 绑在我身边吧 再说了 操心她那么多年 我也该清静清静 好好歇歇 而姑父有了自己的空间 反而和姑姑的感情 更好了 每次出门回来 还不忘从楼下 给她带些小零食和水果 两个人偶尔斗嘴打闹 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夫妻相处时 懂得给对方一个空间 不仅能让婚姻更长久 还免去了自己的猜忌怀疑 和焦头烂额 更重要的是 在那一份放手中 凝结着你们之间的信任感 二 即争强好胜 美姐搬来小区才一个月 小区里的人 就对她的大名如雷贯耳了 上次物业来检查煤气管道 挨家挨户的巡查 是否有安全隐患 可美姐偏偏不配合 躲在门口不让物业进门 还嚷嚷着 没有收到通知 让物业不要打扰她 物业又多说了几句 这时候 美姐脾气来了 一手指着服务人员的鼻子 一手插着腰大声骂 我凭什么配合你们 又没通知我 我告诉你 你们这是扰明 今天必须得给我道歉 两方纠缠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物业那边只好无奈道歉 走的时候 还对旁边的居民叫苦 怎么会遇上这种木叶差 哪个男人敢要这种女人 还真说对了 其实美姐的老公 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两人的关系 眼看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 岌岌可危 美姐性子要强 凡事都想争个输赢对错 凭个你死我活 和丈夫相处的时候 也丝毫不相让 有时候老公加班回来晚了 她也不做饭 还老老叨叨指着她回来的晚 各种慢骂发脾气 有时候她老公实在受不了她这样 刚想反嘴 她就又哭又闹 像个扑腹一样冲着她喊 就是你的错 还敢反嘴 这日子没法过了 天杀得赶紧离婚去 她老公受不了这样长期的争论 近期都很少回家 有时候看着美姐一个人在家里 百无聊赖 又找不到说话的人 到了晚上 她就站在阳台 呆呆看着楼下的车水马漏 真让人心疼 其实静下来想想 这种我对你错的争论 真是毫无必要 在婚姻关系里占据上风 只会把彼此的心越推越远 让人疲惫不堪 倦怠生厌 反而会促使婚姻 提早步入危险期 卡奈基在《人心的弱点》中说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 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 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 结了婚的女人 有的变成了居家主妇 慢慢熬成了黄脸泊 有的被老公捧在手心里 掌管家中财政大全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免不了拿自己的伴侣 和别人对比 闺蜜纯纯结婚两年 别人都羡慕她有个好老公 年薪三十万 家里有房有车 不抽烟不喝酒 就偶尔喜欢打打高尔夫球 用纯纯的话来说 她不爱干净 也不浪漫 还有脚臭 怎么都比不上别人家的男人 在蠢蠢眼里 她更欣赏朋友小静的男人 嘴甜 会讨女人喜欢 浪漫多情 也许在她眼里 甜言蜜语的男人 更加有情调 但能不能把日子过好 只有当事人知道 上次我在街上遇到小静 她向我哭诉 自己命不好 摊上一个喜欢招风引蝶的男人 她老公天天在女人群里玩得不亦乐乎 几乎都不进家 她说自己真羡慕蠢蠢的婚姻 都是女人 蠢蠢却嫁了个好男人 现在生活也过得舒适 更不用提心吊胆 想着怎么把人的心收回来 你看 谁的婚姻是真正幸福的 各有各的不满 各有各的难处 揭开事实真相 生活的鸡毛一地乱飞 作家李爱玲说 我们都是带着美颜绿镜看别人 然后又逃出放大镜 看自己身边这个 你觉得别人家的老公好 是因为你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 看他打嗝抠脚的模样 你们各自处于隔离的状态 然后物理看花 看到的都是优点 婚姻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谁好谁坏 都不必羡慕比较 毕竟热闹是别人的 生活才是自己的 他若真的起到一手烂牌 努力打好 才是最终的目的 既亲密无间 是自由相爱 既争强好胜 是平等相处 既盲目比较 是务实生活 李爱玲还说 我们都曾有一百个 想离婚的念头 终究 还是找到了一百零一个 过下去的理由 夫妻间的潜规则 需要两人共同去遵守 给自己的婚姻一点希望 也为走下去 多发现几个 持之以恒的理由 而不是寻找 喋喋不休的借口 愿你懂得所爱 珍惜被爱 抵得过碎颠沛流离 深河寂寞 一生无忧 一生无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